他是李双双的创造者 他将中国农民的校图类写进小说 搬上荧幕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为时代儿歌李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作家就是喜欢一个人闷头做探书写东西 他是一定要有人说话 就有一点像那个农村的那种故事篓子 他的油脑不是那么有图画的那种油脑 那种东西油脑是一种汉类的微笑 他不仅是小说 在这个银台上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他一个孤城 被农民的认识 被农村听起来作为一个孤城 李凉往往是海运 陕西往往是尼老 作家他就要追求一种东西 就在陕西 好像李凉当中 他想炸一个桥梁 去追求那种东西 这东西都问说他是谁 1969年10月的一天 河南西华县驱庄公社贴出一则通知 组织大家晚上观看一部特殊的电影 为什么要放电影 就是说反面教材吧 对吧 就是要供大家批判的 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笑 不要中毒 可当电影开始后 观众照样大笑鼓掌 这是角落里坐着一个特殊的观众 正默默的在心里数着 观众到底笑了多少次 这个人就是这部电影的作者 被安排到公社进行劳动改造的李准 你好 你人缘老好 可就建了工家的东西啊 手就长点 建了劳动啊 手就短点 哎呀你少说一句行不行 你看你把人都得罪完 李双双这个人物形象 当时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 李准创作了大量这种平时而幽默的对白 使中国喜剧电影形成一种崭新的风格 他到一个农村 那里正在选这个激公园吧 选到一个男性 他不愿意当 农民不愿意说 我不行我不会算账 我不会打算吧 这个时候 一个妇女站起来接发 这个人就是她的妻子 去年秋季翻红的时候啊 他在家里算了一页 加点称出算的可麻利了 他要那牙号码子 他也会写 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我觉得李准在 他还是在 有些作品 尽管他这个价值观念变化以后啊 但是他就是鸣鸣形象 你李准创那个鸣鸣形象 你到鸣活时候 他还是能跟人家是吧 留下 尽管他那个时代被人家 我都不喜欢相当于的观念 但作为一个路线那么干涉干干 有大跟无私的那么一个女性 那还是很美好 那个电影在全国走红啊 都知道李准创 所以你介绍李准啊 不用说他是李准 李准也许还没有人知道 说他是李双双的做事 马上就特别惊讶 别闹 给我 西王哥 又在等谁啊 瞧你们这两个 真像搞恋爱一样 怎么 就许你们不许别人的 你孩子都那么大了 还恋爱 这人跟人不同吗 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 我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吗 先结婚后恋爱 这句话很快开始流行 李准底下 充满了这种鲜活的中原地区语言 而这些都源于 他对农村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 在相邻屋时 我看到一个 一对青年男女登记 才第一次新登记 第一次新登记 他嫂子令到他连着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到相邻屋了 第一次新登记 说说你说 那相邻屋 问他哪里 你同意吗 他哪里 我当然同意 我没遇见 我走 问他女孩 你同意 你跟他结婚 你同意吗 女孩脸花红 你同意吗 你得说 你不同意 更红了 最后就说 你要不说 你就是不同意 你不同意 我们不能发结婚证 问了实际生 他嫂子那说 他早都同意了 他俩 他说你嫂子那你不行 只有比了这姑娘哭了 最终没有说出来 我同意这三个字 好像这上队主 跟下队主 有几千斤重 就这 因为登记成 这一对青年 没有结婚 他就在说这 结婚这事 男女这个时候 我同意 怎么能说出来 就这还是我们的洛阳人 还是比较大度 他不在青山里边 我写李双双也在这 李双双就是说 人都在变了 1960年 李准的小说 李双双小传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 鲁润 觉得这是搞拍电影的好题材 马上找到李准 请他将小说 改编成电影剧本 导演吴一公 当时是鲁润的助理 他还清楚地记得 与李准的第一次会面 他人长得胖胖的 一口河南话 然后看上去就非常浓民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个人跟他的小说 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就是跟他交谈了 然后我发现他的谈吐 透露出来一种机制 而且是甚至于有些地方 还露出一点那种 很狡猾的那种状态 很有意思 慢慢慢慢地我就感觉到 跟他的小说符合起来 小说李双双小传的主题 是歌颂人民公社办食堂 但到李准写电影剧本时 中国农村已经停止办食堂 而开始实行公分制 社会形势的变化 要求李准的剧本 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觉得在他的积累当中 他的百宝箱里头 真是样样东西都有 你说这不行 他那再换一顿 原来是办食堂了 后来就不办了 赶他切西光盆了 我父亲说这个没有关系 干什么都没有关系 只要人物在 他们两个就进一趟城 赶一趟急就行 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李准同志就把 李双双这个剧本 重新改出来 李准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 李双双这个人物身上 有自己妻子董斌的影子 董斌原名董双 从小没读过书 嫁给李准以后 他开始学习文化 慢慢的他也能看报 也能识字了 这有趣的事 是他这个 李准先生在家里 就是发现 他可能在 关着门在写东西 那么问他 他不说 跟儿女也不说 是跟李准也不说 但是李准猜出来 他可能悄悄悄悄的 在写东西 为了照顾晚年生病的李准 妻子董斌一度终止了写作 李准去世以后 这本书才慢慢完成 里面记录了大量的故事细节 使我们得以窥见作家李准的一生 1928年 李准出生在河南洛阳麻屯镇的夏屯村 父亲李明选在镇上经营杂货铺 母亲杨士虽然不识字 但他熟悉丰富而生动的农村语言 李准的语言天赋 就得益于母亲自幼的熏陶 他从小跟着祖父读古书 但是由于家境贫穷 初中一年级时 被迫辍学 关于李准的13岁那一年 老家旧室里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几个孩子准备坐火车向西安 可是铁路上根本不卖票 成千上万的难民往车上包 其他的四个人上了火车皮顶 李准跑着喊他们 火车开走了 这天晚上 天又下起了大雨 李准光着脚 去饭摊上买了两个包子 却被一个要饭的孩子抢走了 那个孩子胆怯怯地看着李准 向包子上吐了两口唾沫 这一夜让李准长大了许多 什么是战争 什么是饥荒 人是怎么饿死的 一切的一切 他都有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老家以后 李准成为马屯镇邮政代办所的邮递员 马屯镇是一个乡村籍镇 镇上的许多人都从外乡流落至此 每年他们都要往老家寄几回钱 寄几封信 由于没有文化 他们常常到邮政代办所来 请李准代写代尽 这样李准得以和他们无拘无束的交谈 你要替别人写信是最能了解一个人的 就他写信他 他把你这个把他自己的感情啊 把他自己的要求啊 他都会跟你说出来 你了解他最真实 这段生活就是李准创作的源泉 他所熟悉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孕育出了日后他的作品中那些栩栩如生的形象 我说你买这个码呀 有三块 屁股比锥子快 脊梁比刀子快 卧斗比起来快 中国的中原的府地那是充满了故事的 充满了故事 你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大量的奇奇怪怪的故事 他肚子里都有 因为我经常看见他这样说话 他看一个什么电影 或者看一个什么小说 我要写比他生动多了 他就是说他的故事比他的有棒 他就是他生活底子太雄厚了 那跟那个坐在树栽里的出来的人 学校三门的人 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他就是由生活这个码里出来的 李准最初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蓬勃开展 这时的李准是洛阳干部文化学校的一名教员 你慢慢去看我们 就看我们他跟他讲了个笑话 就说他出了一个干部 说一家努民有点困难 想买地 干部说不让人家卖 他借着过来的钱 叫人家不要买地 他妈知道都不愿意给他凑一家 凑他说你再不把我爹 他不把你爹借给人家 不把我借给人家 受母亲这个故事的启发 再加上自己的生活积累 李准创作了短篇小说 不能走那条路 这篇小说首先在河南日报上发表 两个月后 人民日报刊登 并住了编者案 称这篇小说 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 表现了社会主义思想 对农民自发倾向斗争的积极影响 50年代的这个作品 能在人民日报发表 特别小说文学作品 小说能在人民日报发表 那就是 是最高的奖赏的一个标志 所以李准从此 一举成名 不能走那条路 语言生动 人物鲜明 主题是宣传营业合作化 这是当时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而人民日报上的编准案 是毛泽东亲笔所写 来自政治最高层的评价 肯定了李准在创作中的宣传方向 因此 从这篇文章开始 反映时代变化 紧跟时代发展 成为李准创作的基本主题 不能走那条路 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后 又被全国近50家报刊转载 并出版了单行本 此外 还被改编成电影 话剧 邦子和玉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 其影响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这一年 李准25岁 上世纪50年代 李准已经是河南省文联的专业作家了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 周恩来总理调集李准在内的一批青年作家 到北京学习 还特别给李准一个任务 让他写一个电影剧本 但此时的李准 却连一部电影都还没看过 到了北京才恶补看电影 还是不行 他毕竟是写短片小说的 而且杨的这种形式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去找夏衍 夏衍是咱们电影的元老级的人物 那到底是大专家 告诉他一个 很简单 几句话 我告诉你写电影剧本的秘诀 他说你看见没有 如果有一个重坐标 横坐标 就在这个横坐标上 你画一个 生波 画一个波的高潮和副高潮 在这个横坐标上 你把底下的高潮去掉 就变成了这样了 这就是电影剧本 你准一下子就明白了 就是说你不必像写小说那样 按部就班的这样来写 你把中角擦掉 这突然跳到这 这就是电影 李准编剧的老兵新传 成为中国第一部宽荧幕电影 获得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人的电影奖 影片讲述了老兵战场和老兵将工作的故事 我的坟里找好了 那这就把这个性格 这一句话 把这个人物整个突出来了 那时的中国社会 有反右运动 有自然灾害 但这些都不在李准创作的事业之内 他的笔下处处洋溢着社会主义新农村 幸福的生活气息 表现着农民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我父亲一直是歌颂的吧 他就是歌颂生物里面美的等东西吧 揭露阴暗面 小说很少 然而 尽管一直坚持紧跟政策导向的创作方向 在席卷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风潮中 李准也未能幸免 1969年底 在河南一个偏僻的山村 西华县驱庄 一个寒冷的冬日 李准全家被安置在村口 一座四面透风的山口棚里 从这天开始 李准重归农民的身份 每天一早 他总是扛着农具第一个下地干活 而且什么中家活都难不倒他 李准成了生产队里名副其实的棒劳力 就这样子 很快又获得农民的信任 因为李准又会讲故事了 当然 他又善于和各种各样的接触 他家里很快成了人场 就是农民 这个邻居经常到他家来就玩 他把我放在这 学乡把鱼放在水里一样 他们想这样整我去 我正好 正舒服 我正希望这样 自25岁一举成名的十几年里 一直比为李准的人生写下大起大落 重新当起农民的李准 本来已经下决心不再从事写作 但是就在这时 一个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有一天早上 一早起来 有两个人去家里 说他大哥去世 他叫李准给他写一个记文 人家跟他说 因为他大哥太后了 那个黄泛区 他父母老头都淹死了 他大哥是干这个杀牛 杀牛给这两个兄弟养大 杀牛最后他跟他俩孩子 远去个媳妇 俩弟弟远去个媳妇 后来他兄弟是反对家 抓去当兵人 当兵人 说他逃跑回来 逃跑回来 人家又抓 回来抓走 抓走到墙壁 他大哥说替他 他说我这一个人 他家有害我替这个孩子 我替他 这个警官都感动了 感动了 都不叫他 地方料都会去 所以这样 他需要叫他写一张 写件记文 那篇记文 李准写得很感人 宣读时 全村人都落了泪 从这以后 方圆几十里的乡亲 谁家办丧事 都找李准来写记文 从此写记文的老李准 出了大名了 谁都来找他了 因为那时候文化都很低了 老百姓是全来找他写记文 这样他同时写记文 就了解了老百姓 那些苦难的经历 苦难的生活 实际上也给他 他库房 装了库料 以后写东西的 就从库房里取 取之不尽 这意外的收获 不仅让李准 系统地了解了 许多黄泛区难民的家族史 而且 一个重大的题材 逐渐在他心中酝酿成形 李准 把目光 投向自己生长的 黄河岸边 这片土地 他要写一部 关于这条大河的电影剧本 关于这个题材的 复杂而庞大的调研 开始了 李准沿着黄河 一路收集故事素材 他心中 似乎憋着一股力量 一定要完成 这部伟大的电影剧本 但此时的李准 不会想到 他即将面临 自己人生中 最惨痛的 一次失败 黄河 我们亲爱的姚兰 多少年来 你的乳汁 补育着我们 中华民族的成长 1976年 李准完成了电影剧本 《大河奔流》 这是一部 从20世纪30年代末 到70年代中期 跨越了30多年的 中国社会运动编年史 而以今天电影市场的眼光来看 这更像是一部 明星云集的贺岁片 从编剧 导演 再到演员 几乎是当时 中国影坛的最强队友 这是中国的土 还是日本的土 你爹你爷你娘 是在这土上长大的 还是从日本国蹦出来的 我看你倒像个罕见 你这何必呢 南庭不是给咱村办好事来了吗 你千说万说 我帮你眼看咱们村里的人 都冻死 饿死 罗子 这么说 你是要基因得了啊 这倒不见得 从1959年的《老兵新传》开始 李准在电影界 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他与那个时代 中国几乎所有的著名演员 都有过合作 李双双的扮演者张瑞芳 又将在《大河奔流》中 饰演女主角李麦 这是一个在性格上 与李双双有所相似的人物 李准用自己多年来 在《黄河流域》收集来的故事素材 以他最擅长的农村现实主义笔法 来塑造他最熟悉的人物类型 对于《大河奔流》这部电影 可以说李准所寄予的期望 超过他以往任何一部作品 《大河奔流》描写的是这样一段历史 1938年6月 蒋介石为阻止日军 下令扒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堤坝 肆虐的黄河水酿成灾难性后果 共计有90万人因此而丧生 地主家的女长公李麦 为了乡亲们勇敢地站出来 揭发当时国民党官员的这个阴谋 黄河鲤鱼 现在请吃吧 这鱼吃人肉啊 他胡说鱼怎么吃人肉 你觉得稀罕吗江长官 你们扒开黄河花园口 淹死我们穷老百姓一百多万 冲了我们房子 冲了我们地 几百万人一旦两况从水窝里跑出来 你们不管不问 光是洛阳车站 一天就抬出去几百几饿死的尸首 我们灾民十七八的闺女 还卖不到十斤麦子 到现在 你们又在我们那里面中抓上镜 你们还叫我们活不掉 你胡说 但恰恰是李准写的 这个意气风发的场景 影片上映后被人诟病最多 你卖这个人不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 领导广大农民 你跟郭民党高层能够做斗争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不用生活触发的 他有八高的现象 真面能够特别是英雄能够 英雄能够特别是主要英雄能够 就是把人能够完全抽象成一个神了 所以李准 这个打了一门哑炮 大河不流打了一门哑炮 用李准自己的话讲 造盲台九难 造九经容易 黄河大河不流 我也在造九经了 李准失败了 他雄心勃勃 要写成一部黄河的史诗 但是当影片与观众见面时 中国的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部电影的命运 也显示出文艺创作与时代变革之间的落差 表现在影片创作上 表现在那个编剧 在写剧本的时候 那个笔杆子一落的时候 这里面就有三统组 就有一截一斗 正为刚的东西 是在那样的理念下写成的 到了波兰反正时期 当然问题就比较多 大河奔流以后 李准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教训 难能可贵的是 这样的反思发自他的内心 他称自己的作品是短命的运动文学 人未死 作品已经死了 成为李准的名言 他说 有三个人的话 自己一直忘不了 胡锋说 我在监狱里读了你很多作品 说李准啊 你写得太甜了 一个是沈从文 说李准啊 你写得太少了 还有就是河南一个作家 叫乱兴先生 见到他 说 李准啊 你这个 你的作品 太紧跟了 有不少是苏朽的东西 他这一点是很勇敢的 他否定自己 他能够看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位是著名的剧作家 跟我的好几次合作的老朋友 是莫马人的编剧 也是高山华湾的编剧 也是这次青梁式重生的编剧 李准 李准中文 叫李准的很多 叫李准的很多 他那个李准的准子底下有一个 十字的 请大家注意 李准老师说两句 我们这个 经常都在幕后 第一次到幕前来 非常紧张 这个 我们有什么更多说的 就是这个 谢谢大家 我们这些人只能教大家 笑一下 掉几点眼泪 这就是我们 我们的目的了 谢谢大家 1980年 应好友谢进导演之约 李准将张贤亮的小说 《灵与肉》 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木马人》 改《木马人》的时候 文堂里有些议论 议论说 李准你是大作家 你给人家东西 你自己写不出来 你自己写不出来 他在张贤亮的小说中 找到了和张贤亮的精神 沟通的一个通道 在艺术上 这里找到了他 可以说施展自己身手 显示自己新的深美追求的 一个空间和舞台 老秦 你让老婆不要 你让老婆 只要你开进口 我等会儿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 清清吧 怪不得人家都叫你海陆空司令 你怎么养什么成什么 连你家亲戚也养得那么胖 我的奶好 这样的对白 好像和主题没关系 是家常话 但这样的家常话 确实让人物先活了起来 为我的奶好 这句话 导演谢静对着李准笑了三天 同样的精彩之处 也体现在李准改编的另一部电影 高山下的花环当中 要是我贪神的啊 媳妇啊 下辈子变牛变忙也值 再拿下我那个老婆 大妈得包一个 分分了倒有 叫你老婆听见 少不得又得按住她 给她刷刷牙 听见怎么着 她重新量就是公社棉药厂的合同工 我今开来对她每一句话都是 最高指示 民运的时候一定要洗脸 要均促 要生能 要生好 这我听她说了 她还是在这家人的规律 在方面她做的还是很突出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李准开始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 长篇小说 黄河东流去 她的笔触又一次回到了黄河边 回到了她的故乡 黄河东流去的题材 与之前失败的那部电影 《大河奔流》完全一样 按照过去的创作习惯 李准都是先写出小说 再改编成电影 而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先有一部电影 然后有了一部小说 她就下句心 我要再写一个 一个像样的长篇 光有中短篇好像不过瘾 在文学地位上的 一定要有一个像样的长篇放在这 开始写黄河东流去这部书 抽烟抽的太多 我怕她把身体能坏 我觉得少抽一点 她说好好好 我说一当那一坐起来 坐到那写着都瓦 把烟把子都烧疼 还不知道 1984年 我要是午好晚上 我在厨房走完 我听见她跟她无聊 哎呀 哎呀 这两首 我觉得哎呀 我是真是写写完 这拖了五年 这个书上写出来 整整五年时间 李准为写作投入了全部神心 1985年 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 获得第二届矛盾文学奖 与大河奔流中的单一主线不同 这部小说里 李准描写了黄泛区欺护人家的悲欢离合 整部作品在思想 结构 语言等方面 都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成就 作为我印象很深的 就黄河发达水那时候 惊心动魄 惊天动异 那种描写 当时我一看就抓住了 天忽然黄了 像是一层几十丈高的黄尘和水墨 泥漫在天空 接着狂风呼叫起来 这风也怪 它是从地面溜过来的 不见树梢有大的摆动 却把地里的麦子 洞藏的野草 吹得像纳筑头一样 直不起摇 到黄河东流去 他之所以 这个称赞的 这个忠实的 就在这一点 开始往以前 才进行反思 因为他反思 他有句话 他自己也很重视 我在这里 并不仅仅是为了 要想给农民的苦难 唱网歌 唱哀歌 我要思考 中华民作 这个民作 只有他的发展 和持续的生命在哪里 完成黄河东流去以后 身体一向强壮的李准 忽然病倒了 突如其来的血栓疾病 极大的影响了一个 装满生动故事素材的头脑 创作经历正处于旺盛期的李准 还有太多的写作计划没完成 但他只能以剂情书画的方式 告别他钟爱的文学创作了 因为这个人好激动 也不是说好掉眼泪 一说生动就行 但这个人对他的病结析不利 所以他也好苦闷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他这种病 他再翻一次就不得了了 在这个作家村里头 溜弯 早上 我远远地就看见他 已经起来了 但他神色很慌张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忘了带药了 那对你可见他这个心理负担多重 我说什么药 他说 富方单身变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药 吃不吃两可的 甚至于觉得安慰赛的成分更大一点 我说没事 我带着他 我给你 一下子就轻松了 他思想负担太重 所以后来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涯 不知困在病中的理准 是否曾想起他13岁那年 东泉电车站那个寒冷的雨夜 他们几个孩子准备坐火车向西安 可是铁路上根本不卖票 成千上万的难民往车上扒 其他的四个人上了火车皮顶 李准跑着喊他们 火车开走了 那个被孤零零抛下的孩子 眼睁睁地看着火车远去 自己却无能为力 2000年年初下大学 清早老董给我打电话 我一听到电 他的电话我就紧张 因为他只要一有急事 他就找我 我一听他的电话 我就吓一跳 果然 他说 李准发病了 赶快去弄到医院 没出来 很快就走了 这个是2000年年初 二月份的事 那个时候他刚多少岁 刚72 走得太早 本来是应该 他有更多的 更有分量的 更能流传于系的作品 来温习 来传当 但可惜 这个没完美 这个没完美 不仅是李准 各人的病 也是时代的病 从电影《大河奔流》 到小说《黄河东流》去 李准完成了自己文学创作道路上 一次深刻的转变 1985年 在获得第二届 矛盾文学奖时 李准的获奖感言中 有这样一段话 我写了一辈子小说 现在 由于患病 黄河东流去 也可能是给我画的句号 当然 我不愿画句号 就像从前沿 抬下来的战士